你连蛋都拿出来了 姑爷的大风筝你拿出来了吗 在小姐房间呢 正好昨天也 谁不知道 上次说到 苏谭儿为了跟宁依原房 一把大火把宁依的耳房点着 可房间内所有的私人用品 都被小蝉提前给收拾好 随后丈母娘便进行下一步 姑爷你这儿房烧没了 今晚该怎么办呀 夫人 这小姐房间不是空着的吗 是啊 你看我这儿想什么呢 那姑爷今晚 趁着这个借口让宁依住在苏塔尔的房间 现下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那就只好先住我这儿吧 其实宁依早已洞穿了这一切 再这么高冷下去就是她的不对了 只好音声同音 行吧 行了 不然我住在那儿的房间 好嘞 你照顾点小姐啊 一会儿记得把那些都收拾了 得了一会儿我就拿来 好 虽然二人结婚已久 但是宁依入这道苏家 只是为了帮苏塔尔得到掌握 二人也根本没有深入地交流过 导致夫妻坐在床上显得格外尴尬 晚上菜还合胃口 宁依看着桌上的糊糊酒 心想今晚必定是个不眠之夜 丈母娘也真是的 她把糊糊酒也拿过来了 我放的 苏塔尔也不掩饰了 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她早已认定宁依就是她最终的归宿 昨晚睡得好吗 那你今天累吗 身上的伤都好了吧 直接将宁依壁咚在床上 原本成婚只是一场交易 在双方的努力下两颗星也逐渐靠近 经过这么多事 二人也忠于忠诚眷属 一向严肃的父亲 在院中看到二人修成正果 为塔尔找到这么好的夫婿感到高兴 第二天 蜜亦准备带着苏塔尔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蜜月旅行 何为蜜月 想跟我说话越来越听不懂 蜜月 蜜月呢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啊 最想待在一起的一个月 所以一定要出去玩 最想待在一起的一个月 那以后便不想待在一起了吗 所以我们以后会分开吗 果然女人都喜欢问这种问题 不可能找不到啊 无论娘子走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永永远远地 和你在一起 显然宁依的回答令苏塔尔很高兴 接着宁依跟大家宣布 自己要跟塔尔出去旅游一圈 可是苏塔尔非要带着小禅 算了 既然相公不愿意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反正小禅不去 我也是不会去的 秘义实在没办法 只能同意苏塔尔的要求 一旁的耿护院也打算一并前往 你说你王府门口一站 那知道说你是苏府的总护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苏府敬坛总使者 非也 老太公看中的并非是在下的身材 而是有一技之长 耿护院所说的一技之长 立刻化身为导致 突经的都是我武朝想当当的成绩 不但风景秀丽 而且酸梅汤 酒刀园子 桂花糕 等等这些民间小吃 那是属不胜手啊 瞬间把沿途的风景与小吃 全部罗列出来 好 那就决定了 这次蜜月就去临安城 骂耿某人 耿向导 这次就拜托你了 这次就拜托你了